据《神秘日报》6月17日报道,乱港祸首黎智英所创办的一传媒控制的《苹果日报》早已沦为剥毒机器。 长期以来,尤其在非法战中、修例风波、违法初选等事件中,这些黄媒恶意误导公众、制造恐慌、煽动暴力、美化暴徒、抹黑港警、扮演了反中乱港团体的吹鼓手,公然将最基本的新闻职业操守踩在脚下,严重破坏香港舆论生态。 在黎智英被依法调查后,继续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,清理漏网之鱼,昭示着激着杨青除恶互禁的鲜明态度。 据港媒报道,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17日拘捕一传媒5名高层,分别是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、周达全、《苹果日报》总编辑罗伟光、副社长陈佩敏及张志伟。 据悉,被捕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,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。 就在这几人被逮捕后,美国果然跳出来举手画脚了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7日冠冕堂皇地说,美国对港府选择性地使用国安法,任意针对所谓独立媒体机构深感担忧,并污蔑对这几人的指控似乎完全出于政治动机。 事实上,港府已经指出,此次行动正是要打击涉嫌利用新闻工作为保护伞或掩护,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,与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。 据港警调查发现,苹果日报自2019年至国安法实施后,发表近60篇鼓吹及启求外国势力制裁香港特区以致中央政府的文章,有计划的危害国家安全,故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打击。 据悉警方此次搜集充足证据,不排除提出监控及拘捕更多人。 人民日报指出,卖国乱港者依法受到严惩,对于一小撮垂死挣扎的残余约有也是极大震慑。 爱国爱港者治港,反中乱港者凉透,香港国安法落地以来,香港逐渐由乱转治,由治吉兴,这也直接表明,香港国安法是繁荣稳定和市民合法权利的守护神,以法治护安宁,促繁荣,香港定能长治久安,市民定能享有静好生活。